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教量显胜 教量显胜结束了 现在第三个当相变身 当相变身当中也是一样是标 先标然后再试解释 这个在422月 标当中它分为两个 在探旋记里边 第三当相显身当相显身当中 这样大一点 当相显身当中先标后试 先标然后解释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标 然后试 初中就这两个当中的 前面一个 发誓心仪者 这是蝶前诸欲所较量之心 前面有十一个 有十一个 有十一个欲 即是标发心之 所以它说这个 发誓心仪 第二个是 辨功德的圣身 那功德圣身有因 因的圣身跟果的圣身 因它穷尽了 所以生 就是因它已经做的是非常圆满 所以它说生 这个境 像我们说这个什么 海的尽头 天空的尽头 那个境就是到 无穷很深的 第二个是佛果等佛果 跟佛果相同 所以生是第二个 它的生 那现在我们看第一个 因 因 尽 故身 是得之下 得之 就是 经文 辨功德圣身 在这当中 出 射因 尽故身 第二个是等佛果 所以故身 第一个是 發策前后祭之菩提心 所以前后祭 是穷尽佛尽 是穷尽佛的境界 那第一个 那第一个 在这个 射因 尽故身 这里 就第一个是 举所知尽 所知 是三世佛功德的智慧 所知 三世佛功德 所以他这边 得之 近过去 既 诸佛无障碍至 得 信 近未来 既 过去 然后未来 得之 近 现在 既 一切诸佛所说功德 所以是 三世 一切诸佛的功德 所以他说 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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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 现 三世 第二个是 成行 所以身 成行当中 他说 信相 是实信 所以这个要 你要跟经文搭配 信相 他说信相 是实信 他的位阶 实信 信 住 行 相 地 然后等庙 然后等庙 这个信相 指的 他 这边 法藏 菩萨 法藏大师 他说实信 这是信相 经文里边 受持是实住 受持是实住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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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实行跟实回相 实行跟实回相 出地以上 身正 身正 出地以上 得正 身正是实地 满 所以他说这个是得正是出地 因为在华元经里边见到位 见到位 然后得的就是出地 那出地断的是益生性帐 益生性就是凡夫性 断凡夫性 那是到了出地 然后深正是实地 满实地 那 他就解释这个德正跟深正 德正是 后面德正 德正是出地以上 出地以上 要正德的位皆是实地 出地 然后说以上 那深正是实地 十地 十地满 那我们常常在诵经的时候 你在诵经的时候 观音菩萨他几地啊? 八地以上 其实他是古佛再来嘛 他是视线 然后他上面 那地藏菩萨呢? 地藏菩萨 我们送地藏菩萨送一送 再忘记 地藏菩萨正实地以来 现在经文很熟了 那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人家这样子 哇突然问你 那你就会认住 其实他们都是古佛再来啦 只是说他视线这样 让 跟我们一样 然后或者是比我们高一点 我们才会觉得说 欸我们真是修行 那可以到达 如果一个人 来告诉你 说他是观音菩萨 要来救你 看你就跑走了 会 会下昏了 所以很多 我们就看 他是什么菩萨 那我们就可以 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深圳 小圣中 这边 小圣中 以灭禁定为深圳 他正的 因为小圣当中 他是灭禁定 就得了什么 阿罗汉国嘛 所以他是用 以灭禁定 为深圳 又 初是行圣 后是位圣 后面他到实地以后 他才说是位圣 正得了那个果位 因为到实地以后 他是见到 见到位以后 才正要实地出地位 见到得什么 一切智嘛 再过来他说 初智相应 开始的时候是智相应 后生相应 所以他是 所以他说得正 身正 他现在都是在解释这两个 又可得正 曰因缘 德正 如果说这两个来说啦 相对的这两个来说 那实性实回相 实性实助 实行实回相 相对于佛果来说 他就是因嘛 所以他说得正 所以他说得正 因为到实地以上就等庙 所以他这是果 所以他说得正 曰因缘 身正曰果满 因为到实地以上就等庙 所以他这是果 有时候我们会被他弄得糊涂 那就是稍微去留意一下 就会比较清楚 那还好我们的那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探旋记 他有已经有标 标痘出来 所以我们看的会比较清楚 如果你看西北塔他是这样 蛤整片 你只要那个标点 你只要给他断错了 那就十万八千里了 第二个是佛果 这是因嘛 那这是果 佛果跟佛果一样 所以生 西等诸佛功德 是等佛果 所以生 所以他这一个是 西等诸佛一切功德 所以他说这是生 好再过来 是 是当中 是当中 他就分为三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解释因 第二个解释果 第三个 结因分歧 就因跟果这边 然后因为前面有 有一个 我把它归向这里 他是在分别 这个段落 他有几个大象 所以何以故想 解释前面的 余中有三 第一个因 第二个果 第三个解释分歧 那因当中有 真是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 真就是何以故 那真是先真问 就是先问 他说 问何以知出发心矣 即能证得三世诸佛大福至耶 就问 所以他说何以故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 直到出发心的时候 就能够证得三世诸佛的大福至 后面去解释 他有外化德 解释了分两个 分两个 一个外化 一个是内自德 外化德是 一个是 化他 一个是自立 外化德当中 有分为两个 两个段落 两个大象 好 那前面 前面这个 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底下有二十句 有二十个句子 这二十个句子 是同三世佛因所行录 所以称为等 那在这当中 前面的二十句 前面的一句是外化德 后面的九句是内自德 那外化德是悲德 后面的内自德是自德 自己 自己证得了这个智慧的功德 那悲悯众生 所以外化 所以这个是悲德 那自己 自己所获得的这个智慧 这是智德 功德 我们用这样子去想会比较清楚 你要 你起了悲悯心 你才会去度化 才会去告诉其他众生 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悲悯心的话 你走过去大概也不会看他一眼吧 所以 所以 是前面 前面外化的是悲德 好 他又分 他把它分成总说 别说 前当中出一句是总 就是这十一句当中的第一句是总说 是总说第一句是化众生使发菩提心 少计佛种 故云不断 所以出发心菩萨摩萨 欲不断一切 诸佛性故发菩提心 你看到这里 你会不会告诉别人 他要来学佛 他要发菩提心 会不会 不会 要看情况 对啊 有些人 你在怎么说 他就是 很替气 然后真的是有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来 他会来找你 然后告诉你他发生什么问题 他就问你说 要怎么办 然后他不问还好 一问我们就说 那你要修行的 你要念佛 他说 哦 因为那个是要自己修 不可能我念佛念完了以后给你 我们说地藏经里边说回向给他 七分功德 六分什么 自利 受益的是六分是自己 一分才 那如果说他福报很大 一分可以给他 他如果是没有这样福报 连一分都没有 所以还是一样要靠 要靠自己 不过是 真的是有时候要看情形 看情形 就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 有些人 你跟他说了他就 他就会接受 他有的 你说半天 他还是一样 很难接受 我们家就是这样 我爸爸他很铁齿 不过是还好 到最后 我们家是我先归一 那归一完了以后 然后再来我弟弟我妹妹我妈妈 哇全家人都归一了 然后他就 就是 然后之后 我妹妹他的什么 小孩要归一了 他也 他自己就偷偷去报名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我妹妹她 她的小孩说 阿爷爷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假装不要看到 不过这也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 就 那个年代的人 他对于佛教都有一些 误解 他们都想说 那个是死人的佛教 只有死人才需要而已 而且是 读书人 读书人对佛教又更是 会 会比较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这样 不过是还好 我说 我这样子也好 能够到最后 他都能够去 学佛 而且他学佛的时候 他只要一信 然后学佛就是 比我们更虔诚 比我们更用功 所以我也没跟他说 你要学佛 然后学佛就有什么好处 就不用说 然后 然后 第二个 前面有十一句 十一句 然后前面第一个是总说 第二个是别 别显 后十句 后十句 后十句是别显 那别显当中 第一个是其敏悟心 第二个是做救度义 第三 知所化住处 悉知一切世界成败 是所化 所以是一切世界成败 第四 知所化类别 第四 欲知一切世界众生 构敬其故 那指的 构敬指的是 善业 惡业 这里 是善惡业 善业他会起热报 惡业会起苦报 所以善惡业起 起的是什么 苦乐报 善惡业起苦乐报 所以称为 构敬其 这个是实力当中的业智力 佛的实力当中的业智力 那第五 其广大义 第五 所以他说 欲令三有众生 惜得亲近故 是令离业障 离业障才能够得亲近 离业障 我们通常说的 业 业 不是都是坏的 有善业也有恶业 那会成为业障 会成为业障 那是大部分指的都是恶业 因为他有一个障 障碍 障碍我们的那个是恶业 那善业他 我们会 我们说的四正情当中 善业让他更什么 更发扬 更好 这是离 离二业 第六 知所化或葬亲众 第六 欲知一切众生心念烦恼习故 烦恼习心念烦恼习 就烦恼 然后还有习气 习气是到了金刚余定 那才勇舍 所以这一个烦恼习 那这一个是 是求肉尽致力 所以令断烦恼 这里 求肉尽致力 断烦恼障 第六个 第七个是 知轮转向 知轮转向 是天眼致力 那第七个是 知一切众生 十此生彼 所以这是 轮转 第七个 是天眼致力 亦是令舍暴障 天眼致力 那有 这个天眼 有的人是 他是报德的 他可以看到 但是佛他是可以 看得更深更远 所以有些人就说 他可以知道什么 他看到什么 那 第八 第八 知根 知根的生手 第八 遇膝之一切众生 诸根方便故 知众生的 知众生的 知众生的根 根气 根气 这个也是 诸根治力 就是佛的 实力当中的 第九 知心照修 正明起行 第九 是 知知一切众生 心心行故 知到众生心的心行 所以 知心照修 就是他怎么样去 修行 人 这个 第九 是他心自立 佛有他心自 那我们修一修很深的禅定 然后很有修为 也会有他心自 也会知道 那这很恐怖 你都还没起什么念头 他就知道了 所以在佛面前 不可以随便乱起 不可以随便乱起念头 其实我们在看那个禅宗的公 禅宗的公案 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 他那个弟子 徒弟才七个 然后就被什么 就被他的事物就 打下来了 但是他们是用什么 用那个 语言 用禅修的那个语言 让他 断掉这样子 有的不能随便乱起那个什么念 那 他的师父是要教化众生 教化这个徒弟 那佛的实力 那佛的实力 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说 佛具有的所有功德 佛都不会说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那我们把它 放在我们这个 来看 也是一样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就一直跟你说 他什么 他得到什么 他得到什么 那你就可以说 他没有得到什么 但是你 除非你跟他很好 跟他是什么 闺蜜 你可以跟他说 你不要这样讲 如果是那个 那你听听就好 也不用 也不用去 再去戳破他 有时候他为了面子的问题 你戳破他 他就会什么 更小 等你收起 第十个是总结所知 是三达致力 总结 欲惜之一切 三四众生 所以这十个 本来我这边是从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看一看 还是要把它写一二三四 就分这个 分这个段的时候 这是 第一个是外化德 那外化就要有这些能力 所以才能够外化 那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尽我们的能力来做 底下是 底下是内自德 内政德 底下还是一样分为总说别说 有二十句 十一句 在前面外化 十二 第十二以下 从底底下有九个 九句是佛的自立德 下九句是自立德 这九句当中第一句是总说 所以欲惜之三四诸佛 具足功德 那别说就 一个因果分别 第二个是理行分别 第三个是体德分别 它分为三个 那余八当中是别 别说 余中初二 前面两个是因果分歧 第一个是知菩提果 第二个是知菩提因 菩提因是禁法 所以第二个 欲惜之三四诸佛 无上菩提故 第一个 知菩提果 是三四诸佛 无上菩提 第二个是 欲惜之三四诸佛 具足禁法 禁法是菩提因 有禁的修行 有这个禁法 那才能够成就果 所以它这是第一个 是因 第二个是 菩提 第一个是果 菩提果 第二个是因 修行禁法 具足禁法 那就可以成就 诸佛无上菩提果 第二个是理行分别 理行分别 第一个是理法 知理法平等 第二个是 知 智行清静 这个也是一样 他第一个 欲惜之三四诸佛法平等相 佛法平等相 这是理 那 怎么知道他这一个是 欲惜之三四诸佛无上智慧因缘亲近故 有 亲近的 这些 这些 所得到的 智慧因缘 有亲 这是亲近的 那才能够成就亲近的 这个 成就上面这个 所以 智行清静 这 一个是理法平等 智行清静 第三 体德分别 体德分别 分为两项 第一个是佛德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佛体 第一个佛德 佛德 佛德 体德分别当中 佛德 有三个 第一个实力 第二个无畏 第三个不共 所以他这佛德当中佛德功德里边 欲惜之掌养三四诸佛智慧立故 第一个是实力 第二个是欲惜之具足三四诸佛无畏法故 是第二个无畏法 第三个欲惜之具足庄严三四诸佛不共法故 不共 这是佛的功德实力无畏跟不共 那后面一个就是佛体 佛体是实质平等 欲惜之德法界等无量无边三四诸佛平等智慧 之三四诸佛平等智慧 所以发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是体 好这个 这是因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果也是一样 曾跟是 那曾当中佛果等中先争起 就是何以故 那第二个是解释 他是种别结 那在这里 我在怎么找 怎么去分 都找不到这个 那如果是 等一下我们看 好 第一个总说 后四诸当中出一句总 二别三结 有没有这四百二十三页当中 他说 第一个 出一句 前面一句是总 那第二个是别 那后面的是结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 总 别 结 再过来初中 即是佛固者 即是佛固者 有人是云或于因中说过 或于解同佛境 或于约礼平等 如果约三圣教的话 就跟上面所说一样 所以现在看上下文 约一圣原教 始终相赦 所以他说出发心就成正觉 所以他是始终相赦 站在佛果位上面来看 成就了佛果 他是这个出发心 他是包括在佛果当中的 所以他始终相赦 是圆融无碍 得始 刚开始 得始即是终 穷终方圆始 他这是说的圆融无碍 他说 一由陀罗尼门缘起相赦故 第二个是 有普贤菩提心 骗该六位故 即因是果 六位是什么 住、行、像、地 然后等、庙 刚好是六位 第三 有法性、无始终故 发心、入始即正式终故 所以说出发心 就是到最后 所以他说 出发心时 变成正觉 具足会生 不由他悟 所以他 就 我是相对应过来这一句 出发心菩萨即是佛故 第二个是别 别当中有 内得圆满 还有外化普中 内得圆满当中有 总说、别说 那总说当中 别中有十五句 出五句 别这个别当中有十五句 那前面五句 是佛的内得隐满 圆满也是一样 那后面十句 曰佛外化 外化用普中 外化普中 所以我就有写外化普中 那初中一种 在这个十五句当中 前面的五句当中 是总说 所以第一个 西与三世诸佛如来等 那第二个是所依法 第二个别说当中 他分成两个 一个是所依法 一个是能依得 所依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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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四个 别中有四 出二 前面两个 所依法 所以这个所依法 第一个 孰地禁 第二个 真地禁 那这两个 相对应的两句 第一个 亦与三世佛禁戒 第二个 真地禁 西与三世佛正法 这所依法 第二个是能依的德 能依的德 第一个 能依德也是 两个 第一个 身 第二个 智 那身 德如来 一身 无量身 能依 那第二个是 三世诸佛平等智慧 到目前还是很合理 好 再来 因为他后面就 那个结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第二个 外化普周 也是一样 总说别说 那总 外用中 初一总 总说嘛 总 那个外化 就所化众生啊 所以这个经文到这里 所化众生 皆惜同等 这是总说 那别说 别说 第一个是 化令出苦 教化众生要让他能够 出离苦嘛 就是出离他的烦恼障 就烦恼 所以他的出苦 那第二个化令入 法 教化他 让他能够来 学习佛法 那第三个 解 解 于酒 当中是 别 那别当中 出三化令出苦 一是动令生性 第二个是照令今觉 第三 正令出苦 那这个是 稀能震动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 动嘛 他说动令生性 震动一切世界 是让众生生性嘛 稀能震动一切世界 第二个是 普照 所以照令今觉 第二个 稀能普照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 第三个 稀能修习 一切世界 诸恶道苦 能够 让 这个苦 来止息 所以 第四 正令出苦 再来 化令入法 后面五个 这边三个嘛 有九个 我们现在要算这个算数 这边有九个 然后这个三个是化令出苦 后面五个化令入法 那就八个 好 化令入法 然后这个是 化令入法 第一个是 炎化处 化处 庄严教化的地方 所以 稀能炎进一切世界 第一个 稀能炎进一切世界 第二个 现成佛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现通令喜 西令一切众生皆得欢喜 所以是 通令生喜 第四个是 正令入法 第四个 西令一切众生皆得欢喜 那第五个 那第五个 我是从前面这样排下来 所以这位一二三四 第五个 西能护持诸佛总性 所以第五个 入法以 互令不失 互持嘛 互持佛 最后一个 后一 后面一个 是 结外化至 西得诸佛智慧光明 这样这里没有问题 好 那后面他又有说 又有解释 他说这个十五句又是 又解释 这个十五句当中 就刚刚我们说的 他是这个是 上面这是另外一种分法 然后这边又有说 这十五句当中 他把这十五句混整个一起说 第一句是总说 第一句总说 后面十四句是别说 那别说当中的前面五句 是至正觉世间自在 他用那个三 那个 世正觉之间 然后气世间 然后跟众生世间 他用三世间来说 那第一个是至正觉世间自在 那在这当中前面两句是 约法 所以就对过去 你要对前面那两句 第一个是所缘跟分析 第二个是礼教 前面五句嘛 前面两个是 约法 那底下三个是三叶 三叶就是所化 与叶便叶 你看过去的时候会有 这边 这边 后面这边二三四五 从前面从前面这里 这里 然后到这边五嘛 后面这里一直到底下就十个 所以他说第一句是总 然后后面是前面两个是所依法 后面三个是三叶 好 再来后面有四个 是气世间自在 第一个是自正觉世间自在 第二个是气世间 那气世间自在 从当中第一个是动 第二个是造 就刚刚我们说的 让这一个 西能振动一些世界 西能振动这边 这是气世间 动造除炎 普照然后除什么 除恶道 修习一切恶道苦 就是除 然后严禁一切世界 好 后面有五个 有五个 好 这边我们算一下 这里有五个嘛 五句 然后后面有五句就十句 然后这里四句 前面一句十五 后面有五句是众生世间自在 第一个是唯现世间 这个是 后面有五个 西能振动一些世间成佛 那第二个是令心 就 世现成佛 皆得欢喜 那第三个是受法 第四个是护持 第五个是得果 最后一个 西德佛智慧光明 若不护 不护的话 不护持的话 恐惰二圣地 所以他又 这是另外一种分法 本来我把他 要把他 那个 已经 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那 因为 学生刚进来 那学生就 心生就 哇搞不清楚 这 我已经有 我已经有这样子画 然后学生 学生 等一下这个问题 等一下那个问题 所以 还没有把他 对完整 还没有把他 对完整的 再提供给大家 好 好 这个是外化普中 所以目前到这样 然后 这个解 在哪里 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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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他有 他说 那个是刚好几句 他的句子是刚好 这个 这个 这个的结 他说 这个刚好十 不是 又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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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 恐多二生故 这句 应该归到这里 那 那 那 他告诉你最后一句 说 如果你不付的话 那多二生地 所以这句 应该归为这一整段的解 我是这么看 这也有道理 因为我在那边说 我真的 搞不清楚 他没有写 没有写 这一个 那有时候你会 因为他前面又有一个护辞 前面他又有什么 要这个 众生世间那些 然后令心 受法 护辞得果 那你就会 那这样子 那这个就没有经文跟他 他也没有经文跟他的 他也没有经文跟他的 好 现在 按这个 我们可以马上 马上把它贴过来 然后把 好完整 因为我也一直想说这不可能 因为我也一直想说这不可能 不对 这样子 好 这样子就完整了 好 好 第三个是 结因分歧 结因分歧当中 不离三世之中 三宝众生染尽等法 这佛法生嘛 这三宝当中 众生染尽等法 这个有两个意义 那第一个 由菩萨得通三世之身 所以故常遍三迹 无所不在 第二个是 由菩萨得极法生之身 肃寒染尽横遍三迹 所以故云不离 他在解释这一个 比出发心菩萨摩沃沙 常不远离三世诸佛及诸佛法 一切菩萨原觉生闻 及所行法 世间出世间法 众生及众生法 专求菩提智慧无碍 这一节课先上这边 我们接下来继续 第二个就是此戒当中 第二个显时正成 显时正成分两个 第一个是显时 第二个是正成 所以显时正成当中有二 先显时 第一个动地 第二个与共 第三正因 第四放光 他说 耳时佛神利固 说出发心菩萨功德障利固 第一个 十方各万佛刹 为陈述世界六种震动 六种震动 动变动变动 这些 好 第二个是 雨共 雨众天花天香 天墨香 天蔓天宝 天庄言俱 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正因 自然演出唯妙月生 又赴正吼狮子之因 这是第三个正因 那师子吼 师子吼这个是 我们都 大家都说的是 佛在教化众生说法 那他们当初在翻译这个时候 翻译那个什么 我们都常常有师子吼 那他们在翻译的时候 然后就会想说 这个是怎么样去 去那个翻的 他就从那个泛文 那据说那个什么 翻译法法经的这个 揪摩罗什 那他们想不起来 怎么翻才好 拿了什么 一杯水 刚好一只狗在那里 就什么 把他泼上去 泼上去 那只狗本来在睡觉 然后泼上去以后 他就醒来 那那个狗被泼了水以后 他怎样 他起来 然后就会怎样 抖一抖摔一摔 这也很辛苦 要翻译 让那个一个 意思要让他能够 表达完整表达出来 那他还要在那边想 因为旁边的人都想 都不知道他那个要表达是什么意思 第四个是放光 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所以这四个是 这是初发心菩萨的功德 第二个是正程 正程当中是现身症跟举意症 现身是现身正程当中有两个 第一个是现身症 第二个举意症 前中何故佛制政者已出发心即设佛的因果 此事难性 所以佛制政是表因果同性 又表圣境的因果设成 所以他这边这经文里边 他说耳时十方各过十佛刹 微臣数世界 有万佛刹 微臣数诸佛 稀号法会 各献其身 是法会菩萨而告之言 善哉善哉 佛子善说初发心菩萨功德之障 我等万佛刹为臣数如来 亦昔眼说发菩提心 发心菩萨功德之障 这第一个是生症 第二个是举意 举意当中是举彼于世界之中 法会所说既有此意 所以知道此法决定不虚 亦以此说男性受故 至此正也 就很难让人家知道嘛 相信 所以他说故此正也 底下 由此心什么 心脏 心肠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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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心脏 心脏 射得圆尽 故民尽心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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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臟就像射得圓敬 那敬心就是一個臟 一個功德臟 那藏也是一樣 這個藏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我們就是 隨個人心欲 心臟就心臟 你要心藏起來 射得圓敬 所以顧敏敬心 這個到這邊為止 所以此一世界 所以此界嘛 此界說終敬 十方世界一切諸佛 亦復如是 法慧菩薩說是發心 菩薩功德葬食 萬佛世界陳述眾生 皆得出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發阿納多納三菩提心 我等今者 惜受筆記 於未來是 各於十方一時成佛 同好盡心如來 應共等正覺 我等西當護持持法 普未來諸菩薩故 要有這些才能夠成就佛果 這是顯實正成 那截通 截通 截通 第1個 閒法普洲 第2個 四片所有 法 第2截通當中 第1個 先閒法普洲 無盡世界 這四百二十五言 如此說佛世界 視天下 炎福提 菩提樹下 虛迷山頂 妙聖殿上 敷衍此法 教化眾生 十方世界 千亦那由他 不可量 不可數 不可示意 無有邊際 不可說 法界 虛功界等諸世界中 亦說釋法 教化眾生 彼說法者 昔明法慧 這法慧菩薩 四片所由 這 所由當中 後有十句 四片所由 為何故此法 騙於十方 為什麼說這個 出發心的功德 這麼大 為什麼他會騙於十方 說處 說人 說法 以及正 皆相同 他就問 說 這解釋是 佛力等十句 第一個 就有十句 第一個 此色那佛 及一切佛 各以現在 威神之力 同共加持 故使人 我們看這個 第一個 他 搭配的這個十句 第一個是佛神利固 是 佛加持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 功德 第二個是 諸佛本願之所設持 第二個是佛本願利固 第二個佛本願利固 第三個 為欲顯示佛所得法 要顯示佛的法 禮數如此 遍十方故 第三個 顯示佛法故 第四個 明佛智光 佛的智光 使普照故 所以第四個 智慧光明 普照故 第五 欲令解物真理普遍故 所以他是解第一意故 解第一意故 佛法的真理嘛 所以他是第一意 第六個 法界緣起相由法爾故須騙說 第六個 法如是故 法爾如是 所以他說法如是故 這第六個 第七個 為心大法 意此乘性廣大之法 令歡喜故 所以心樂大法 是對於大法的好要 第七個 諸菩薩歡喜故 這廣大法 用這個廣大法令菩薩們歡喜 第八 佛德普周 欲聚贊故 第八個 讚嘆諸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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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 第九個 顯示十方一切諸佛同所得法 是為平等無差 平等無差 平等無差 是第九 是第九 悉知諸佛平等故 平等故 第十 為令解之十方法戒無惡則故 解法戒無有惡故 沒有 沒有 兩個 是 十方法戒 理是 同一個 由是十意 故說普遍 所以說十 為什麽說這十個 就意思 四則顯無盡 就用十個來顯無盡 上下諸文結通之意 並准此之人 上來此戒他方 總無盡世界一切處 這是到總結 就長行閃縮 就到這邊 長行 然後再來他就是寄宋 寄宋分成兩個 第一個是 序說意 第二個是 正從宋 序說第二段 第二大段 寄宋總詞中二 第一個先序說意 第二個正從宋 從宋是把前面的意思 再用寄宋重複講一遍 好現在初中時句 這開始還沒有說寄宋的時候 才有這十句 我們搭配這十句 說初中時句 第一個 以十方無盡世界同說此法 故須觀也 對 因為同說十法嘛 所以二十法會菩薩 普觀十方 第一個普觀十方 第二個 欲令十方一切眾海西同文故 所以普觀一切大眾 好第三個 未顯至心如空 無片舉故 觀虛空戒 第四 觀成就眾生 之法門故 第四 觀成就眾生戒 觀成就眾生戒 第五 觀成法性雖盡如空 而因果不失故 所以第五 第五 不惟業報清盡如虛空故 所以 法性雖然是清盡如虛空 但是他因果不失 第六個 欲令離惑 所以六 第六個是欲拔三有 購惠眾生 欲令離惑 所以是 第六個 第七個 得一勝解脫 欲令眾生得廣解脫 廣解脫 他把它解釋成一勝解脫 第八個 欲知種種諸根 第八個 是了達根海 這個標逗標錯了 第九個 關山寺正區捏盤 是第九個 會員入實 第十個 限至無盡發心功德 令眾見矣而修學故 限至深的發心功德 然後讓眾生見了 也跟著一起來學 第十個 極限至深 甚深清淨諸功德故 所以他有這十個 後面他就以記頌曰 然後重頌 重頌我們就不在一一的一個一個 我們重看 第一個是 前面我把它歸到那個 總說裡邊 他說贈頌當中有兩百二百四十一頌半 兩百四十一頌 還有一個半頌的 分成四個 第一個是 一百六十三頌半 逆頌前第三段 當項之文 所以把它這個 第二個是 有二十九頌 頌前第二 第二項 較量文 第三個 第三個 是有三十九頌 三十九頌 頌前面最初略顯聖身文 第四個 第四個 有十頌 是截探顯聖 那這個我們就不再 這個是他前面的 他不再 不再一一的去說了 這是出發心功德 這是出發心功德 再過來是民法品 民法品接 喔 他有寄送很長 好 四四一 四四一 四百四十一項 他還是一樣 我們 這個探玄記裡邊 他是 市民 來義 中趣 跟釋文 就分成這四個 那釋民當中 他說有四個意思 第一個 後衛刑法 趁民前衛 此民即法 這個民就是法 民即是法 第二個 民是教 民是教 法是義 他在解釋 解釋民跟法 兩個 那第三個 民是智 民是智慧的智 法是晋 所以這兩個 法之民 民之法 有這樣的 第四個 自行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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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相 明明 明 就明可鬼 所以 乘法 又諸行幻照 乘性為民 當體妙鬼 當體妙鬼 所以稱為法 所以稱為民法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不耳是暗 如果不是這樣就是暗 那暗就是不是民 那不是民也不是法 他是民即是法 所以他說如果不是這樣來說的話 他是暗 那在那個八死法言裡邊 八死法言裡邊 他就這樣說 八死法言 他是說 范本裡邊 范文 他應該是說法光明平 法是光明 就是法是光明 這邊 明是法 法是明 他說有四個 一個法會智慧 所以能所權 能權所權 禁區刑法 分明照了 這能權跟所權 分明照了 就是 疾民所知法 我是覺得這個 他解釋的比較 比較 詳細 那這輔助我們去了解 因為我如果是看不懂 我會去看八死 因為八死是後面的人解釋 後面的人解釋 然後後面的人會去 參考前面的 那就會 至少他離我們比較近一點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明是能權 以能顯形 明是能權 所以能夠顯形 那法是所權 法是可以詭擇 所以可詭擇 所以可詭擇 此則權子和睦 就是 明有法故 法之明故 法的明 那第三個是明是自用 法是理行果 這理 自理行果 自理行果 那個 我們在佛法裡邊說的 這自理行果 這一個 他說這是 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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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說 據事所權 法之明 明之法 遺囑的六離合式裡邊 法之明明之法 第四個解釋 所修行法 體離無明 所修的法 離開無明 所 亦為所全 有明之法 法即是明 就跟剛剛那個法是明那個一樣 他是有才是跟辭業是 這樣比較 比較清楚 要不然我有時候我說的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會被他腳亂掉 因為我們的理路 跟他是 差很大的 一個 一大段的距離 那 他是 現在解釋是 明 法 然後 他為什麼 為什麼 在這裡 為什麼是排在這裡 說來意者 第一個 前 明 當位 體德 之前是當位體德 今變聖用區 後是意識地 所以來 他的意思是跟前面 程序前面的 又前明自分 今顯聖進 故次來也 再把他看一遍 再把他看一遍 在這裡 這邊 十、柱、位 這邊兩個是序分然後正宗分 正宗分當中他分了三品 這菩薩石柱品 泛行品跟發心功德品 那 石柱品是 講位 他是解形 那 這個 泛行品他是行 初發心功德品 他是探 初發心的功德 所以他是德 探德 那 這邊正宗分 他要進到十行位 進到十行位 所以他有一個聖進分 一個聖進 趨向於他 趨向於後面這個位次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是這樣子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他承接前面的 然後要進到後面這個位次 所以 排在這裡 那 第三個 第三個 是 中趣者 明法 不同有四個 法 他不同有四種 第一個 禮法 是 真如性 就是 禮 第二個是 刑法 怎麼做 就是 六度等刑 第三個 教法 會十二分教 佛德 佛德教法 十二分教 那第四個 是 國法 國法就指的是 菩提涅槃 經此 正名刑法 兼明於三 他是這三個 這幾個 第一個 禮法 刑法 教法 跟國法 那現在這裡 這一個是 名的是 刑法 這刑法 也講這三個 禮法 教法 跟國法 有時候我們看 有時候我們看 還要在那邊 稍微留意一下 要不然 真的是會 無煞煞 好 所以這一個 所以 兼明這個 所以 故以為終 有四個 有四個 當中 禮行 教 果 這四個 當中 依禮起行 依禮起行 依行 成果 那 這樣就只有三個而已 那這個 教法呢 教法就是 說這 這邊 禮法 刑法 刑法 跟 國法 所以 就 指的就是這 四個 那 在 這個 還說的比較 簡優 不過這是 很快就可以理解了 他說 民法 不同 有四個 教理行果 尋 教物理 尋 教物理 然後 彎 離起行 行成 得果 都是 皆初中後驅 又此事皆中 為成 為成 後衛 以及成 聖 得 為去 神 為了要 這樣子 為了要 成就後衛 跟要 成 殊聖的 功德 為他的 他趨向的 這個 好 現在我們就看 試文 文 當中 他是有分成三個大段落 第一個 請分 第二個 說分 第三個 正姓分 那 這三個當中 他說的 是 長行 請分當中 他分為 長行 第二個 祭頌 那長行當中 長行當中 他說分為兩個 第一個是 領前自分 第二個是 問候聖進 那他前面還有一個 前面還有一個這樣子的 這個說法 那在八十華元裡邊 他這邊 這裡 他 他在這裡 是第一個 他有 問答的人 寫了一個 問答的人 然後這裡 是變成後面 一個層次 然後這裡 他寫他們 問的 他問的 問答的 這樣知道 那現在因為 六十的 他沒有這樣子 但是他前面又 又有這麼一段 所以 我就把他 分到 把他這樣 問答之人 我這個 我就把那個字體放 我在做這個時候 我就把字體放大了 這個問答之人 他說 這四文 解釋 這四文當中 此文 分三 有分三個項目 第一個 請分 第二個 說分 第三 正姓分 那 第一個 初中 有二 前面 第一個 長行 第二個 寄送 他有長行 寄送 所以我們剛剛 就寫長行 然後 後面 寄送 再來 前宗 長行 寄送 當中的 錢 這個錢 第一個 初 領錢 自分 後 問候 聖進 所以我把它 就 領錢 自分 問候 聖進 在我們的探玄記裡邊 它是寫 領錢自分 那在那個 大政杖裡邊 它寫 送錢自分 那 這個 這個 領錢自分 這個 我也是被它搞的 就一個字而已 我 領錢自分 這一個字而已 我就被它 被它 被它 我們說的 被它搞死了 就領錢自分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他說 第一個是 這長行當中領錢自分 然後 問候聖進 就問 後面那個聖進 第一個 錢中 領錢自分 當中 若非 勤策造理之機 勤策造理之機 如果 如果不是什麼 不是非常的 用功勤策 非常勤勞 然後又什麼 策是很 很努力 那如果是想要睡覺了 就要什麼 不是追谷就是懸良嗎 有時候我們就覺得 他們怎麼會想得出來 然後就掛在上面了 好恐怖 有時候我們在 在那個 在說那個字的時候 或是說那個句子的時候 有時候會 會 不自覺的 就很簡要的說 然後 因為新的學生進來 那對我們的 那個 學院的環境 就比較不熟 不熟 那我們就跟那個 助食師傅講說 如果是到了晚上 那我們樓梯的那個燈 就是 不要 關的都是 黑暗的 因為他們會比較 對環境不熟的話 不知道 會 會比較容易有發生意外或什麼 那 後來我們就說 喔 這樣好 我們就跟那個 負責相燈的 他負責開關嘛 負責叫 叫人家起來 負責叫人家要睡覺了 我們就說 我們就跟相燈的法師說 然後 他 我們跟他說 就 一二三四五六這樣子 不用每一個樓層都 燈都開嘛 然後我們說 我們就跳著樓層開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 就跟相燈法師說 哇 是你在開這個燈的時候 你就用跳樓的 然後我們就 畫一出來 啊不對 不能 我們是跳著樓層開 然後我們再把它簡略了 跳樓開 然後我們就 然後我們就 每一個人都哈哈大笑 不能跳樓才開 跳樓就沒有辦法開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也是很 很 很簡 很簡要 要非常的勤勞 又能夠 時常要鞭策自己 策立自己 像那 策馬中原 我看到這個策馬中原 我在想到那個什麼 武俠片 琴策照理之機 就是非常的用心的 用功的 無以堪受盛進轉爭之法 要能夠非常優秀的 那才能夠接受這樣的法 那又若非據此動真進行法 沒有據這樣的這個法 無以能說 沒有辦法說 所以 靜慧問 法慧說 靜慧是精靜慧 他把它太精簡了 就好像我們在說 跳樓開一樣的 是 所以耳時 他就 耳時 精靜慧菩薩 問法慧菩薩言 這是 這是 所以我把它 立出來 這一個 這 問答的 精靜慧菩薩問 所以他說 靜慧問 法慧菩薩 就 回答 所以 法慧 法慧說 好 再來 領慧自分 你這個領 你怎麼去 那個 你怎麼去解釋 領慧自分 它也是一樣 總說 別說 是 有 種別 兩個 那 總說 好 我們來看一看 其實我們要先看這個領 這領是什麼 什麼樣的 那個 我們說領 依領 它有什麼 它 有 還有一個是提鋼妾領 它有這個最主要的 那個意思 那還有呢 還有沒有 承襲什麼 前面的 還有一個是它可以引導往後 引領 那承襲前面的 我們常常在講的是什麼 領那 有沒有 好 領那你就是領前 然後接受嘛 接受前面的 然後 引導 然後引領 就引導 然後往後 所以它這個領 它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意思 所以它才會講一個 領錢自分 要不然我剛開始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要領錢自分 還不是領money 還是領錢 都要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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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錢 不過他領的是功德錢 功德財 他領的是功德財 所以它是領什麼 领前面的出发心功德品的这些功德 这样知道 然后他才能够趋向往后 这样说开来就是不止一文钱 我被他搞了两三天 就只是要去领钱而已 然后就被他弄得 哇,在那边看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好,他这个他就是总说别说 总说,所以他你看 如果没有先这样去解释这个领的意思 领中,那你要领什么? 领中有八句 第一个是总 第一个是总说 佛子出发心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之障 无量功德之障 好,那这个领 在华言经书操里边 他比较清楚 他华言经书操里边,他就这样子讲 第二 第二 佛子下 佛子下 他经文是不会跟这个是有时候不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一样他有佛子 他说佛子下,正身所问,一分为二 第一个 第一个,领前自分圣德 这样子就会很清楚 他只有后面多加两个字而已 领前自分圣德,后请说圣禁之行 所以这样比较清楚 所以这样比较清楚 领前自分圣德 接受前面的这个出发心功德品的圣德 那个出发心功德品的功德 然后要请说圣禁之行 就领这个功德 就接受这些功德 然后才能够以这些功德为什么 为他的根本 然后再加行 然后才能够趋入后面 所以请说圣禁之行 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别说 别说当中 他说 别当中有七个 第一个 大事自言 第二个 行圣果圣 第三个入于阴位 离游无也 离游无声味道 于处视为出地位 使在地前相设故 第四个是贝 第五个是相 第六个是同佛柱 第七个是定成果 大事庄严 好 好 这个我们 我们在那个 下一节课再继续说 那这是那个 他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他每一个他都有 他领前面的 然后到后面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好 在上课之前 我再提醒一下 下个礼拜 十八号跟二十五号 由郭秀年菩萨 他来跟各位菩萨讲 法言止规 这两个礼拜 因为有一个礼拜是我们法会 那有 下个礼拜是一个外国团体过来 马来西亚 他们那个那些年轻的 年轻的伙伴过来 那帮他们再整理一下 他们那个钙药 法言经的钙药 他们都可以沟通啊 都可以讲 好 现在我们看 他七个当中 别 别说当中有七个 他有七个 别当中 他有七个 第一个 大事庄严 第二个是行圣果圣 第三 入于因位 我们先把他看 然后再看他怎么去领 入于因位就是 入菩萨离生道 至无生位道 余处视为出地位 此在地前相设故 他现在他只有什么 十柱位嘛 出发心 这十柱位啊 所以他说 此在地前 他还没有到十地位 他说这是相设故 是一圣佛法相设 第四个是背 第四个远离世间 你搭配经文 远离世间 他是背 背离嘛 远离世间 然后第五 第五是相 相 第五是自求正觉 自求正觉 是相着嘛 相着佛果位 相着佛果 所以他是相 第六个是同佛柱 第六个 诸佛所柱 皆以得柱 第六个 同佛柱 第七个 定成果 第七定成果 是决定成就 无上菩提 第七个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 他 这个领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怎么样来去理解他 说他 怎么去承袭前面的 一直要往后面的 第一个 以大庄严而至庄严 在出发心功德品里边 这是从西别塔里边出来 把它找出来 不见得对 但是我们可以 大家共同讨论 第一个 他说以大庄严而至庄严 然后我是从那里边找出来 欲熙聚足庄严 三世诸佛不共法固 这就是领什么 领德 领这个 以大庄严而至庄严 这个德 第一个 那第二个 第二个 承一切至圣 就 他要领前面 领一圣 那领 那前面出发心功德品里边 他有讲到 一切圣妙法 皆兮以聚足 一向求菩提就尽一圣道 所以领圣 领这个一圣道 就承洗前面这个一圣道 好 第三个 入菩萨离生道 入菩萨离生道 于此最圣地 成就真佛制 待得如实至平等甚身行 要有如实至嘛 如实至要获得一切至嘛 然后第二个是 佛无上佛种性 三世法王家 一切如来法 菩萨有此生 所以领 什么 菩萨离生道 领道 后面的 远离世间 至求正觉 诸佛所住 决定成就无上菩提 这一个 我们应该说作业大家回去找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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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 我从那个 汉语大词典里边 这边 他 领他的意思 然后造理 他的意思是 什么 这一个 是不是这些 我 我 不是 哎 因为前面的 我如果 把它 我像这样 我找出来以后 然后我把它 copy到 那个 XMine里边 我就会用别的颜色把它 把它标起来 我才知道说 这个我已经处理过了 要不然会弄乱 那后面这些 是不是 我 不是 哎 因为 有时候 那个 我们在理解 或者是在 这个上面 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是把它 列出来 大概 这个样子 那 最主要的 他的 领钱自分 就是 从前面的 初发心功德评里边 那 他的意思是说 在初发心功德评里边 他都有讲到 刚刚所说的那一些 他都有讲到 那可以对应出来 他只是他没有去把它 他没有说整个很正确的去把它 整个对应好 他是没有这样做 那这个是我自己找的 他自己找的 不知道 到底是 对还是错 前面的刚刚那个也是一样 就是 就是 是 我只是说 我 我自己查了以后 然后我看到了 我觉得说 他可以跟这个搭 那就把它列上去 那 这 我没有再把它往里边再去 搭配 那可以 我们可以去 自己可以去 试着自己找找看 像 决定成就无上菩提 然后 这个 是 哪一个 就 无上菩提果 我是把它看成是这个 三世仁宗尊 一切功德业 无上菩提果 你就 没事情做的 是什么 然后就 欸 啊 往前面去找找看 好 怎么去 领前面的 然后后面的是 问候圣经 这个 这个 我好像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去 这 问候圣经 是问行法之体 第二个是行所成之德 问候圣经 欸 后面圣经 他是要 圣经之行嘛 后面 他是要 去向后面 圣经之行 那第一个是 行法之体 你要行 他的体是什么 然后 行 修了以后 他有 德嘛 所以所成之德 那第一个是 自立行 第二个是 立他行 第三个是 通节俱立 就两个 好 那 现在看 第一个 正问候圣经 中 问候圣经 中 第一个 先问行法之体 后是问 依行所成之德 前面两个 前中总有十一句 就问行法之体 有十一句 就问行法之体 有十一句 初六 自立行 次事 立他行 后一 皆通 俱立就近 前中彼菩萨者 跌前发心俱德之人 他就这个 比菩萨者 他 这边就是我刚刚 前面这里弄的那个科叛 到这个自立行 然后还有立他行跟通节俱立 然后这个 这一个 第一个 他说 比菩萨者 是跌前发心俱德 这个人 所以比菩萨摩克萨 那再来 自立行 初句 问修习何行 修什么行 能够令功德转胜 他就问 前品当中有 圣身诸三昧 无量陀罗尼 诸佛自在立 无量妙功德 庄严出发心 这是出发心光德品里边有 幼云即是佛等 何所少故更修习 他有回答 此原教普贤行中 大魏有二门 各色法界 第一个是前曰至分 此便圣境 这里说的是圣境 前中一句后 前面的也要具足后面的 后面的也具足前面的 领前面的 然后去向后面的 所以他也包含前面 他也要包含后面 就是成先起后这样的意思 所以前然前横飞后 前面他不是后面 后面也不是前 前面的跟后面的有不同 后面的跟前面的也不同 那前面的不是后面 后面的也不是前面 但是他们是相承袭的 是有相同的 那个因在里面 他说 为 具前之后 非前 具后之前 非后 我们都会昏倒了 我们用刚刚我再解释的那个 比较清楚 我们要承袭前面的嘛 所以我们有前面的因 然后承袭 就要往后面 所以具后面的果 这个要静下心来看 如果是在匆忙当中 你就看 你就会说 看一次以后 你就会把这本书就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就好久以后 都没有再去动它 有很多佛法 有很多他没有 大家不去 不去深入去看 就是因为看了没有 真的是看不懂 你没有那种力量 没有那种去 背后 还推动前面的力量 像如果是刚刚那个灵 你在那边看灵 灵什么 你都看不懂的时候 你还会在 你都看不懂了 你还会到后面这边 因为我们前面那个灵 我们把它 就解释的清楚 你在这边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这样就会很容易清楚 要不然真是 哎 领钱就到银行吧 哈哈哈哈 好 他说 这是第一个 云和修行功德转胜 要怎么样修行功德转胜 那第二个是 问修行何行 怎么样修 可以令如来欢喜 是故云和修行之言 贯通下面 云和 第二个是 令诸如来皆欢喜 第二个 要修什么 第三个是 问畏地 第三个是 具足菩萨所助功德 第三个 菩萨所助的功德 第四个是 依畏起行 依什么 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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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之行 第五 弄错了 第五个 第五个是什么 大愿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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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微软 第五个是大愿助成 第五个是大愿助成 所以它是第五句是大愿成满 第六个是积德成葬 是德菩萨葬 所以它的积德成葬 这是第一个是自立行 这是第一个自立行 再过来是利他行 利他行 利他当中 所以利他中 第一个是印物激化 你要印众生的根基才能够教化 他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你就要用他能够理解能够了解的话 去跟他讲 那如果是 一位大学生 那你就要用大学生的话 然后他所知道的跟他讲 随其所隐而化肚子 第二个是不废自行 利他 说 已能不舍诸波罗蜜 不舍诸波罗蜜 第三个是富裕度生 全生此熟为义 所以 有 再说哪一个 全生此熟 全生此熟为义 谁所请众生皆惜肚脱 这个 谁所印 而化肚 谁所印 这个生 这是你主动去化他 我是这样理解 这谁所印 而化肚子 这是你是一个主动的去教化他 那这一个是富裕度生 是谁所请众生皆惜肚脱 是反过来 所以 这个 所以前面的这个是生 后面这个是熟 要不然两个是 两个都是肚众生嘛 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的理解 那提供大家 对错我不知道 我们大家共同 共同来 来思考 所以要不然怎么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 全生此熟 然后就是 这两个 这两个 就是度化众生 这两个 那这两个度化的 这是 一个是你主动的 那一个是他主动的 那都是度化众生啊 一个是 你随他的根基度化他 那另外一个是 他来请 然后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的时候 这也是度化 那他会来请问 他会来请 那这表示他的根基 会比前面的根基还怎样 还 至少他对于佛法的理解 比较深一点嘛 所以他才 他才会有疑问 所以我们不怕学生 听不懂 只怕他 他没有那个 他不去想 他不去思考 他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只有两个 第一个 都听没 第二个 就是很厉害 他都没有问题 就只有这两个 第一个 听不懂 他当然就是没有问题嘛 因为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是 他跟爱因斯坦一样 180 200 这样智商 他就一看他就知道 那就这两个嘛 对啊 没有问题就这两个 那 有问题是正常 好 那第四个 第四个是 化令驱菩提固 始三宝不绝 成心隆耳 就教化是要 让他成就佛果嘛 那成就佛果 就三宝会驱足 所以三宝不绝 第四个是 心隆三宝 永始不绝 这是利他 然后再来 第三个是 通洁俱利 就是佛 结前面的 下一 下面一个是 结具力中 善根境 结智利 方便 结化形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利他 自利 利他 叫二聚就禁 自利利他 就禁 所以不虚 他在解释 一切所为善根境界 善根境 租行方便 所以他有一个 租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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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稀不虚 这个 所以他说 善根境 善根境界 善根境界 善根境是自利 自利 善根是自己 自己的善根 然后 教化方便 教化众生 所以租行方便 你要教化众生 就 这租行方便 所以这是 利他 化 所以他说 化形 那这两个都是 就禁 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 就禁 所以称为不虚 第二个是 善哉下乃至欲闻 此闻有二亿 是望上 则为皆请劝说 望下 往下 他是西闻后问 他说 善哉佛子 我 当为我等演说此法 愿乐欲闻 是想要知道 所以 所以他说 这结寝当中 他是结前面 前面的 然后 往下 西闻 西闻 这是 欲闻 愿乐欲闻 闻是要停 后面的 这是 行所成之德 好 这个我还没有整个完成 所以 我们 看到哪里 如果是 中间那个跳出来是空白的 那我们就 因为我被那个领字 花掉两天的时间 好 这个 行所成之德 行 第一个是 前面的功德嘛 然后再来要行 所依的 所依的 然后 第二个是 依德所成的 第一个 第一个 他说 问 所成德当中 如诸菩萨所修功德者 是 所依之德 所以他说 如诸菩萨所修功德 是 他所修的功德 是菩萨所修的功德 是 他依这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依德所成 是 明 得备 还有 明 盛用 得备 大概到这里就没了 大概到这里就没了 因为外尊君后面没了 好 你看 这 好 好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 后面没了 就 就 后面是所成之德 好 那我们今天提早一下 1 2 1 5